2024總統大選的部分 現在各個鎮已經進入所謂的政見交鋒了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在昨天提出 希望能夠在排富的前提之下 65歲以上的長者是不用繳健保費的 好 很快的喔 衛福部同一天也立刻拍板宣布 免費接種肺炎鏈球菌的疫苗年齡 放寬到65歲以上 至於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在今天也要提出了有效醫療永續健保的政策 65歲以上的人口總計有415萬人 當然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藍綠陣營各自祭出了這個福利政策 希望能夠爭取到銀法族的支持 侯友宜在端政策牛肉 預告已久的重大發表 答案揭曉 就是65歲以上長者健保全額補助 過去長者健保補助只有新北基隆不排富 台北桃園部分所得稅率20%以上 也就是綜合所得126萬以上不補助 台中 台南 高雄所得稅率5% 56萬以上就沒有補助 而其餘縣市完全沒補助 若成功推動新制 估計有四百萬人能夠受賄 一個國家不應該有兩種不一樣的 對老人健保的補助制度 中央不做 由我當選總統來做 我也預估 我們大概算起來要增加裁員一百六十億 侯友宜近期啟動治國模式 頻頻端出政策牛肉 反觀民進黨矩陣七年不作為 如今才拿香跟拜 8月24號侯友宜拋出全面開放陸客觀光 一個小時之後 陸委會馬上跟進 還有老農津貼不低於八千元 兩天後陳吉仲宣布明年調整到八千元 成立愛證基金加速新藥給付 民進黨換句話說 變成籌設新藥專門基金 以及近期頗受豪評的取消八十亮表 陳建仁也馬上跟拜 放寬看護一公申請 不限八十亮表 好政策不用怕人抄 侯友宜持續端出政見 也禁告對手 要當抄襲仔 起碼先標註來源 記者石文賢 蔡平鴻台北三網報導 好 侯友宜陣營最近 每個星期都有推出 自己不同的政見 當然剛剛您看到了 也有說民進黨綠營 立刻拿香跟著拜 不過在昨天 他宣布的重大的政見 難道竟然被這群人給擋下嗎 我們先來看到 侯友宜說 只要他當選之後 老人健保就免費 排富全額補助健保 65歲以上的長者 還有55到64歲的原住民 都免費 好 另外呢 現在初估呢 大約會有400萬人 以上的人受惠 我們先來看到 張立善他就有說 侯友宜來到雲林三次了 他都有提到 非六都的縣市 希望老人健保能夠免費 因為呢 雲林人不是二等公民 但是呢 侯友宜的健保免費的政見 推出之後就顯示 他的確聽到了 非六都民眾的心聲了 好 另外許竹華也有說 我要代表南投縣的長者 跟您說聲謝謝 好 不過我們來看到 在這個柯文哲的部分 柯文哲競選辦公室 有直接說 樂見你跟進柯文哲的政績啦 當然現在大家也有在討論的 就是藍白合作的部分 兩個人裡面已經漸漸靠攏了 難道說是在野的整合 已經慢慢露出更多的曙光了嗎 好 但是呢 侯友宜昨天喔 這個政見一提出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綠營方面的反應 又是如何 陳健也有說 這個政策其實並不是侯友宜首創 很多藍綠縣市呢 都有在做 但是還需要相當的研議 好 陳時中立刻質疑了 欸 國民黨 那你這個預算 這個錢要從哪裡來呢 網友直接開酸了 欸 各個縣市 其實你原本是個情其事啊 現在侯友宜提出一個全國性的政策 這個就是創建 而且有直接說了 綠營你趕快拿香跟著拜吧 好 另外也有網友提出的說法是 欸 錢從哪裡來 你們綠營還敢質疑嗎 只要把貪污的錢追回來 很可能就夠了吧 好 現在呢 我們還要來看到 當然呢 剛剛有告訴過大家 看得出來藍白兩個陣營的理念 似乎已經漸漸靠攏了 這個部分呢 台大政事系的教授左鎮東也是這麼看的 他說 根據民調的分析喔 其實侯可兩個人是具有高度的互補性 好 不過呢 前立委郭正亮持續針對了侯友宜 有給出一些建議 他說侯友宜你現在是在野黨 你提出的這個政見 其實呢 一定要夠政經才可以 他特別提到了 其實最近這一陣子 包含這個健保的65歲以上的長者 是免費的 亮哥昨天直接說了 欸 應該要改成60歲 這麼一來才比較有感 好 有關於這個軍人要加薪 亮哥也直接說了 他覺得應該一口氣要加薪到50% 他說呢 侯友宜本來有一些主張 就是要拉大幅度來提的 好 可是呢 他的智庫說不要 好 亮哥的建議是 現在侯友宜應該要做的就是 要去抓緊藍營的支持者 比較有感的議題 非常用力的打 不然藍營的支持者就不會歸隊 我們接下來帶大家來聽一下 這個亮哥他的看法到底是怎麼樣 他覺得這個政見必須要直接要夠狠 要提得出來之後才能夠引發更多的話題性 他就一直以為他是在一對一選舉 所以他的競選政見就會陷於保守 因為他就會以為他是要爭取中間選民 事實上他遠遠都還沒有到爭取中間選民這個階段 他現在需要的是要鞏固基本盤 而且他是在野黨 他提出來的政見必須要夠震撼 不然一般人根本聽不到 比如說巴斯亮表 我就覺得他應該提70歲以上 就好像80歲以上啊 或者75 對啊 就是說你為什麼會這麼保守 比如說65歲以上的長者健保全額補助 這個政見事實上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感覺 因為65歲以上的健保本來就非常低 你應該要提60歲啊 還有比如說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他說要為軍人加薪嘛 那蔡英文說明年要加4% 我如果是侯友宜 我就直接講我加20% 本來就要這樣 因為軍人沒有多少人耶 我覺得他如果繼續這麼保守的選舉方式 真的很然被注意到啦 比如說請問這個議題 能夠吵一個禮拜嗎 不可能啦 我跟你講你一定要引起重大爭議 比如說巴士亮表會為什麼會引起討論 因為真的很多人有感覺 可是80歲人數還是太少 我覺得他這個就是競選策略的問題啦 比如說你看民進黨以前是怎麼選的 老人年金五千就先下去了 然後就引起爭議嘛 爭議剛好你就記得我提這個政見 我覺得他太怕爭議啦 而且我講白了喔 據我瞭解一個內幕 他對於那個 他本來有一些主張是要拉大幅度來提的 可是他的 幕僚 他的智庫啦 就是說不要不要不要 你以為你是執政黨是不是 你以為你是執政黨 衛福部 坦白說啦 你如果是一個在野黨 你挑戰先讓人民聽到嘛 那你執政之後 我坦白說啦 比如說你主張遺忘好了 那執政之後 真的只能夠落實到8000 大家也可以怎樣 這個就是選舉就是如此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上來